71岁潘宁子尽照曝光,宛如天山同老附体。 罕见家事随之流出,高祖曾任巡抚与状元宰相童宗,背景真深。 娱乐圈是一个看脸的地方,所以很多女星用尽办法也不能老,也不改老,虽然每个女人都想青春涌住,但能做到的却是凤毛麟角,比较知名的洞灵女神有51岁的周慧敏,63岁的赵雅芝,不过相比她们,有一个人比她们还要美,而且年纪也还要大。 她就是被传71岁的潘宁子。 潘宁子尽照曝光,少女感惊人,不过她的家事同样惊人。 前不久,潘宁子的在微博晒了一组近照,照片中的她红衣红帽,面带微笑,非常喜庆。 网友称赞,保养得真好。 她1949年出生于江苏苏州,在八岁的时候前居香港,在1963年,考入邵氏南国剧团,毕业又进入邵氏电影公司。 此后她参演了很多电影,而真正让她成名的是,张彻导演的电影《独臂刀》,她在剧中饰演刁蛮小姐奇佩。 而大家对她最熟悉角色恐怕还是小龙女,演过的小龙女的人非常多,比如李若彤、刘亦菲、陈玉莲的小龙女都不错,而她演的小龙女却被称为最美小龙女。 而大家要知道这一年她已经35岁了,却依旧拥有20岁的完美身材,以少女形象赢得广大观众的心。 而在次年1985年,潘明子迎来自己事业的高峰期,这一年她主演电视剧《一代女皇武则天》这部电视剧,在台湾的收视率超过60%,而这部电视剧在内地同样被热映,也让她一夜成为一线女星。 潘明子不仅容貌惊人,家世也不可小觑。潘明子家庭背景。 潘明子祖籍苏州,1945年出生于苏州,1953年随父母迁居香港。 其家族自清朝初年起市居苏州,与状元宰相潘世恩,收藏家潘祖英等都是同宗,潘明子高祖父潘魏,曾祖父潘志巡曾任巡抚,知府等职,其亲潘家旺解放后迁居香港。 潘明子是家中三兄妹的老二,哥哥潘明鼠,妹妹潘明分。潘明子感情生活。 潘明子和陈宏烈交往多年后于1974年结婚,婚后潘明子以家庭为重心淡出影视圈。 。 但这段婚姻只维抚了三年,两人在1979年8月签字离婚。 两人离婚一年后,陈宏烈曾主动提出重婚,但潘明子不同意重婚。 。 离婚后,潘明子一直独身,也因受此次失败婚姻的打击而离开香港,前往台湾发展。 。 潘明子于2009年11月24日心脏病发促世,享年66岁。 。 外界对潘明子的评价。 。 。 潘明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,台湾红到发子的一员。 。 外形娇巧,讨人喜欢,再配合专门为她设计的戏服,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,实在动人。 。 。 除了美貌之外,潘明子的演技更是备受认可。 潘明子在一代女皇中,先把幼年的吴媚娘演得天真烂漫,鸡脸可爱,后把当场女皇的武则天演得一态十足,不怒而微,前后判若两人。 。 。 她为逼真诠释角色的气场与威严,主动增肥,备赞敬业。 。 潘明子是真正的天山同老附体,她在2014年仍能保持少女般的脸蛋和身材。 。 。 台湾一周刊名人时尚记者黄红仁,在观看金钟奖班奖晚会时,称赞潘明子是很年轻。 。 。 张小燕说,从身材到皮肤,完全不符真实年纪,都看不出该有的岁数。 。 潘明子还是和20年前一样有著爵士容颜,即便是甜美的娃娃音都不曾改变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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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网友留言,真的没改年龄吗?两个人完全不是一个年代的感觉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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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潘明子虽然于1960年代就已经出道,但对自己的实际年龄一直讳莫如深,且于荧幕上经常有跨年龄的演出,外人均猜不透她的年龄。 。 。 尤其是在《一代女皇》,《一代皇后大育儿》中,由女主角小时候直演到老的表现,受到家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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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因为她能以数十岁的年龄演出青春少女,而有娃娃的封号。 而谈起逆龄美魔女养成术,潘影子拿出消除与伟文秘密法宝,并公开自己的饮食餐,除了早上喝蜂蜜水、中午空腹喝新鲜果之外,只吃白肉不吃红肉,搭配一些保养食品,让她即使晚上十点多跳舞工作也不累。 不仅外表逆龄,潘影子完全跟得上时代的尖端,对于节目开始前的粉丝团直播觉得十分有趣,当场化身萌妹子,要大家也去她的FB按赞这样才可以知道我的最新动态吗? 最后提到保养应该从几岁开始,潘影子也透露从小就爱美,只是以前不知道方法,还曾经拿洗衣服的肥皂来洗脸,让蓝心眉大叹,天生长得好,怎么洗都不会坏。 潘影子身材真好,什么是天山铜脑?潘影子就是现实版的天山铜脑啊! 71岁潘影子还保持住如此之好的身材,小编算是开了眼界了。 其实,从潘影子个人资料背景来看,潘影子家境还算不错,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估计还是和这有点关系的。 参考来源 参考来源